我们看一下第一条 刘史玉上任80天来 整个市场化改革的思路界明 从我们从官方媒体 人民日报全国人士讲话以后 以及银监会证监会的一些策略 其实对监管是逐步加强之重 银监会是对一些理财产品 P2P进行了整顿 而证监会对一些核资源 进行了整顿 对于海外私有化回归的企业 更加严格 这些是有利于报复我们的市场 而从我们这次整个 二级市场的波动来看 一些急差的个股 也是出现了大面积的价值回归 而从一些风红率比较高 二线蓝筹等等 这个股在市场调整之中 还是走出了历势的行情 说明整个市场在整个调整之中 风化还是比较明显 随着整个市场化进制的改革 以至监管制度的加强 整个A股的国际化进程 所以一些投资者应该对各股 进行一些区别对待 而从整个未来的股市来看 也是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更加紧密 而从整个大的管理政策略来看 脱虚旧市 经济主要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而从我们股市和实体经济相结合来看 上市公司的业绩提升 对股市提升是非常重要 所以从这点来看 未来的退市制度的改革 也会在继续加禽之中 对股市有关系统 像不队